索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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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我們好像上了飲的 雷電日常離不開之物 安靜 卻深藏淺濾 是索礁最大的特色 我們幾乎忘了 它得花上上百年之久 才能分解 而且即使分解也不会消失 而是化为微粒子伤害人类的食物链 好像千年千女幽魂一般的存在 据统计人类每天用掉5亿个塑胶杯 3.3亿个塑胶袋 到底塑胶是如何全面进入人类的 人类使用后又去了哪里 是美国公共电视信用宝PBS的纪录片 想讨论的问题 1929到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代 人类还是个讲究物尽其用 不要浪费的社会 问题恐怕出在二次战后的经济复缩期 这时大众媒体开始大量宣传塑胶产品 并且将用完吉丢神化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1955年的Live杂志清楚可见 Throw Away Living成为标题成为蜂巢 十年后1971年出现了Keep America Beautiful联盟 一个由美国饮料与包装产业成立并出资成立的联盟 大力宣传塑胶能让生活干干净净 人们开始萎萎 人们可以避免它 于是塑胶以一种美丽的外表全面进驻人类生活 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 用完吉丢 The global recycling rate we estimate is 9% so it's very very poor and it hasn't even improved all that much the current recycling rate in the U.S. is barely 10% but even in Europe it's like 30% I would say that the way we recycle plastic at the moment is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I would even go as far as saying it's part of the problem Recycling is part of the problem Why is that? So even recycle material you can't cycle it forever Eventually you have to dispose of it So the only way to reduce disposal is make less plastic And that's the only benefit of recycling 環保专家残酷地点出一个事实 因为塑胶难以消失 它最后还是会被丢弃成为垃圾 丢弃后它到哪儿去了呢 致力于研究海洋垃圾问题的NGO组织 透过三年深入研究后 发表南太平洋垃圾带报告 因为洋流堆积了大量漂浮的塑胶垃圾 面积是美国德州的1.5倍 这世纪20年前科学家发现 位于夏威夷与美国西岸间 面积足足是三倍法国面积大的 太平洋垃圾带之后 又依最新的发现 换句话说 我们以为塑胶一丢眼不见为近了 其实它留到这儿 我们的海洋 成了你我随手一丢的塑胶掩埋场 但最可怕的是 科学研究人员发现 塑胶制品最后分解而成 肉眼难以观察到的 微塑胶或微小的塑胶粒 这是整部PBS纪录片里 最扎心的片段 菱子从这个河 他们找到每一只鱼 那些鱼 每一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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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一只鱼 这一只鱼 这是整部PBS纪录片里 最扎心的片段 这些鱼 这些鱼 这意味着鱼 不是一只鱼 吃鱼 如果人们吃鱼 是我们吃鱼 吃鱼 也 我们研究一下 鱼 我们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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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很少 有多小的 那些蠻 有些人 我们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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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这些食物 是 就是在股材 的股材 我只能吃鱼 或者是 是 在股材 的股材 的股材 是 我们在研究中 这些 不可否正的是 人类产出几乎无法消灭的怪兽 最终反噬的还是人类自己 2017年6月 阿尔兰的研究证实 可以搭载病原体的微塑胶 约等于细菌的大小 换句话说 微塑胶能穿透人体的细胞与器官 这使得各国已经开始启动相关塑胶政策 人类还有救吗 环保专家说得很真实 若你能认真想一下 你现在用的塑胶吸管 一次用完急丢后 它到哪里去了 又将造成什么毒害 一点点的思想改变 庞大塑胶王国就有改变的机会